接力慰问 送上关怀 每一句的加油都是满满不舍 但职业志工不只有送暖 还有建筑专业了解状况 原本当作厨房洗衣的空间 光线从裂缝找进来 越来越大的洞 代表着脚底下的土层还在流失 亲妹妹的拥抱 让屋主陈联金忍了几天的泪 夺况而出 平时共同行善的志工看了 也相当不舍 知道我脚不方便 他们都会替我做很多事情 很感恩 所以今天我真的是也不舍 因为也是之前 他真的是有一点点比较困难 一个月前的脚伤还在复原 拿雨伞当拐杖 陈金凤和志工们的付出 让饱受惊吓的居民好感动 不要紧张 把心情放轻松 我们有很多人会来关心你 租了40年的房子 大雨中受损 94岁的倪卑卑和太太 仓皇中到儿子家避难 趁着天晴返家收拾 连续大雨造成的灾害 志工们要用爱协助居民们 慢慢修复 大家新闻住人王昭中 高雄报导 以前都里面的 但是